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风声演绎中 周五王 伐咒 伐商 什么时候开启 什么时候算他开启的 风声演绎里是把黄飞虎 黄飞虎来到投奔周五王 投奔西齐 投奔西齐之后 正式拉开周返商的战场 就这一幕 之前都是序幕 我看半天 我一开始我也没想明白 为什么算在他脑子上 一直到了 等他拜见进了西齐城 人家很讲规矩了 到了西齐之后 黄飞虎是把所有 他带了三四千人 所有这些家眷们留在城外 自己呢 以最臣的方式 换掉这些官服了 以最臣的方式 拜见这个宰相 丞相 那江子牙呢 曾经受过他的照顾 所以江子牙对他非常客气 一听他是这么来了 江子牙立刻就到了 这个就见武王 武王就立刻就见黄飞虎 那见了黄飞虎之后 这个江子牙 这个武王就问江子牙 说这个黄飞虎 当初在商朝的时候 是什么官拜和之 官拜和之 因为这之间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黄飞虎救过周文王 黄飞虎救过周文王 那有这么个故事在其中 那后来江子牙就跟这个武王说 说当时呢 他是官拜镇国大将军 是镇国大元帅 那周武王就说了 那好 只改一个字 叫开国大元帅 立刻见帅府 应该是开国大将军 大概是 立刻见王府 他所有带来的人 在商朝是什么官 今天来到周朝还是什么官 然后说开启了 真正伐咒的 伐商的这个故事 那我一开始没听明白 我说 哦 难道就一个镇国大元帅 跑了 扶镇国了 就变成开国大元帅 他就开始反过来打他了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能解释通的 只能说是个解释 第一 他是镇国大将军 叛逃了 那国就完了 第二 他带的都是人 他不是先来的 也不是神来的 他不是二郎神 他也不是这个 他也不是这个 哪吒 对不对 他不是这些人 也不是他儿子 他儿子可以救他 但他是主 而他对等的谁 五王 五王也是人 所以生命是有层面的 人中的变化 一定符合人中的改变 人中的状况 这个人去吻合了天意 什么叫天意 江子牙也来了 哪吒也来了 所有那些太义真人都来了 但他要等着人动 他要等着人动 他才能出手 跟今天的场面一样 顺天意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逆天意而为之 怎么做都不成 就这道理 当人你要有人动 天地才能够成形 当人该动而不动 你误了时辰 你也是罪人 你误了时辰 你也是罪人 所以这是我们跟节目中 一再跟大家说 中间呢 在于生命的一个概念 对生命是一种爱护的 还是一种杀虐的 习近平在王岐山 在反腐中 无论他手段多伶俐 他却违背了 共产党的生命特点 共产党的生命特点 就是杀人 他没杀人 这就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思想禁党章 邓小平时代终结 你看他的标题就很逗 习近平思想禁党章 邓小平时代终结 所以江泽民跟这个胡锦涛呢 只不过秉承了邓小平时代 习近平思想会不会提出来 江泽民的三个表的胡锦涛的发展观 都被纳入党章 但没有他们的名字 那如果习近平思想提出来 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共与 中共与境中的地位 直追毛泽东邓小平 那为什么中共领导人 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党章 是一个关键所在 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绩权威 那如果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邓并肩的话 那是否意味着邓小平时代结束 毛泽东思想时代结束 邓小平叫理论 毛泽东叫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是活着的时候提出来的 邓小平的理论是邓小平死了 所以他否定 终止的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够不上差 所以这是划时代的 按照道理上说 毛泽东 习近平思想真出来 新华门门前的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就得咔嚓了 就得入坟墓了 高温前说习近平思想有三个可能 一个就是习思想 二个是有习近平的名字 但有限制 第三个是不出习近平的名字 他说呢 但是呢 他的阻力很大 第一个是党内高官 第二个上台五年 政绩 罚心可沉 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 反腐是唯一的亮点 没错了 反腐亡党 这亮点还不够吗 反腐亡党 不反腐亡国 这亮点还不够吗 陈破空先生 十九大提习近平思想 客观而言为是过早 党内不会真福气 尤其高级干部 大都内心砥柱 党外无共鸣 尤其知识分子 大都摇头 那毛泽东带领中共夺取江山 建立新政权 邓小平推翻毛的经济路线 展开新局 那习近平是什么 操之过急 反而对习近平本人不利 没错 只要在中共党的框架下 是对他最为不利 他越能提出去 那要杀掉他的人就越多 反而巩固了人家的力量 但他为什么一定要提 为什么声音这么大 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万岁给他咔去了 回归到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你就看他一下烧鸡大翻板 对吧 这是共产党 一切这个理论都在这儿 结果他这一手咔嚓改这个了 那他就成了伟大了 这手现在就在这看劲上 是他是伟大了 还是发插了 时间是个神 赖清德在中共十九大前 特别是在中共建政 六十八周年之前 拿出了这个说法 他的务实台独的概念 台湾不用再另立国号 就叫中华民国 他一直存在 所以我昨天 我那天节目中说 我这是赖清德送给习近平的大礼 定心玩 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上 强调九二共识 强调的一切就是 我要中华民国国号 你要敢台湾独立 叫台湾国 那我跟你死磕 但我就要这国号 结果呢 赖清德给他了 台湾陆委会 中共十九大 我们不会去押保的 台湾陆委会主任 李小月表示 台湾不会押保 十九大的中共人事安排 不论最后是强硬派 还是柔弱派 胜出 那都将呼吁两岸 释放善意 并鼓励年轻人交流 舆论提到说 十九大之后 大陆可能把解决两岸问题 摆在日程上 马小光27号说 大陆对台政策 大方针明确一贯 九二共识 维持两岸和平发展 政治基础 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 人家坚持中华民国 你怎么着吧 对吧 我就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你明显的看出 对台办的发言人的说法 是他的工作 而他的老板干的事情 我那期节目说了 在这个这个李显龙 一个星期前 就在十九大召开前的 一个月头上 在强调政治安全 金融安全 这个国家安全的背景之下 那李克强接他 习近平见他 王岐山见他 张德江见他 把他放到了 那么一个特别的位置上 说什么 为什么 对吧 两年前 李显龙自己做庄检 做东检 应习近平的要求 请来马英九 然后正式新闻发布会 马英九放上了中华民国国旗 摆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桌牌 习近平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才出现现在的故事 那你从这个角度上说 陆委会的人 当然就不用压保了 就看着 就看着 换个角度来讲 搞不好人家 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 和行政院院长 知道的 知道的习近平心里的事 今天中共政治局委员里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这么回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